大家好,欢迎来到德传媒,我是Gary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中共官员仗势欺人的故事 但是敢口出狂言,说我从来不相信监控视频 还敢把采访的记者给气哭 那这种狂人呢,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直接给了他一个封号,叫安阳狗王 还有叫安阳王和安阳节度使的 看着名号啊,就知道多霸道了 那中共无论做多少恶事 但是表面上呢,至少还要维持个伪光正的形象 看来啊,这位中共的小喽喽不太了解他党妈的性格 这种公开抹黑党妈的行为 党妈怎么能不加以惩治呢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前面做的谁是于伟的那期节目吧 当大家都在问于伟是谁的时候 看人于伟都能沉住气,怎么叫都不出来 然后默默的把直播节目给停了 这才是中共马列子孙的标准操作 该认怂的时候啊,就认怂 大丈夫能屈能伸嘛 这可比那个加速师主子聪明多了 既能维护伪光正形象 也能为自己的什么二奶十八奶出了口恶气 都说呀,善恶有报 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通常呢,狂妄的人 报应来的会比较快 所以低调点啊,还是有好处的 那这位呢,说从不相信监控视频的中共打手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原来啊,他是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 食品药品鸡茶专员王新刚 那这位呢,是官不大 这个官微可是不小 我们来简单的讲一讲事情的经过 今天是星期天 在我的会员频道 同样会有大家关心的话题 比如印度已经解封了 那印度人到底做了什么呢 还有欧洲的那个东西的副作用 它整个的数据 那之前呢,我介绍过 印度使用了那个不能说的药 那这一期会员节目呢 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 好,咱们言归正传 大家知道啊,这个狗是人类的朋友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 狗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感人的视频 但是呢,有些狗啊 还是野性难寻的 比如呢,一些大型的犬类 还是非常要注意安全的 一般呢,狗把人给咬了 那狗的主人一定会第一时间道歉 尽量争得受害人的原谅 如果受伤严重的话呀 还有赔偿 但是安阳狗咬人的这个事件呢 却出现了奇葩的一幕 狗主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 官不大 这个官微不小的那位王新刚 9月20 河南安阳市王女士 80岁的老母亲耿玉莲 在小区溜弯的时候 遇到王新刚的妻子 李某营牵着他们家的 两只巨型的贵宾犬出来遛狗 耿玉莲与李某营擦肩而过的时候呢 两只贵宾犬突然扑向了耿玉莲 李某营没牵住 两条恶犬将耿玉莲的腰部咬伤抓伤 监控视频正好拍下了这一幕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李某营拒不承认她的狗咬了人 王女士一家没办法 于是找到了河南电视台 小力帮忙节目组 然后小力帮忙与王女士一起 找到了李某营的家 她的丈夫王新刚 同样是拒不承认她的狗咬了人 还标出了金句 咬到没有有法律来定 我从来不相信视频 事情也就毫无结果 从目前能查到的情况来看 王新刚最少饲养了两条巨型贵宾犬 总价在14万人民币左右 所以王新刚的狗王称号是名副其实 王新刚作为一个普通公职人员 每月能有多少工资呢 养这种大型犬 是非常烧钱的行为 不知道王新刚的钱是哪来的 小力帮忙在9月29日 第一期节目中播出了事情的经过 后来了解到王新刚的工作单位 小力帮忙和王女士 又找到了王新刚的单位去理论 可是话还没说上两句 一伙人就从单位里冲了出来 跟王女士一家就打在一起 在报警出了以后发现 警察从那伙人身上搜出了警棍和刀具 这事就闹大了 中共对警用装备的管理 那可是非常严格的 那这伙人都是谁呢 他们的警用装备又从哪来的呢 小力帮忙从第一期节目 一直到第九期 也就是11月17日 已经将王新刚一家的态度 作为举动蛮横嚣张 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由于王新刚一家故意躲避 导致了这件事情啊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小力在录节目的时候呢 彻底崩溃给气哭了 这离花带雨的 就直接上了微博热搜 网友们开始讨论 那王新刚的哥哥是谁 谁是谁和王新刚是兄弟 那根据在中共国生活的常识 面对官媒记者都敢这么蛮横 那这人呢 多半是中共哪路魔王的坐骑 另外呢 王新刚养的是大型犬 属于近羊犬类 但是呢 2019年他提交了工作犬的相关证明 并且给两条贵宾犬办了羊犬证 但是羊犬证里面的猫腻 也被记者给挖了出来 在小力的第三期节目中 安阳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执行中队负责人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涉事的巨型贵宾犬 是不给办证的 那大型犬应该给公安部门管理 但是在第六期节目中 表示不允许办证的那位 执法中队有关负责人说 养狗人提供的材料显示 涉事的巨型贵宾犬是心理辅导犬 这是猴子拍来搞笑的吧 养这么凶猛的大型犬做心理辅导 这王新刚他们夫妻的心理 是受过多么严重的打击呢 有中国民间的养狗人士介绍 心理辅导犬是不来的概念 又被称作是治疗犬 不限品种 接受训练以后 可以接受任何友好的陌生者 可以不用牵着自由行走 而且不干扰其他人 不会有任何危险举动 这很明显 安阳狗咬人事件中 两只贵宾犬不属于这一范畴 而安阳市城市管理局 专项治理办公室负责人郭双军说 虽然两只贵宾犬属于大型犬 但是当事人自述 该犬用于心理辅导 属于特种工作犬 可以给办理证件 那当事人自述用于心理辅导 就可以办证 这中间有没有走后门呢 那我在过去的节目中说过 中共国有句笑话 就有钱能使鬼推磨 那现在应该倒过来说 有钱能使磨推鬼 禁养的大型犬 可以办到养犬证 而且这一半就是两只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王新刚在当地应该是有能量的 那于是有网友就顺藤摸瓜 发现了王新刚和副市长 王新亭之间的神秘关系 安阳市政府办公室迅速做出回应 说这是谣言 两人没有关系 那户籍所在地 不在同一地区 有没有关系啊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但是王新刚完美的展现了 中共公职人员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的德性 从他接受采访的视频来看 完全没有一点后悔的意思 但是自从小丽这一哭哭上了热搜以后 王新刚知道事闹大了 开始破天荒的表达了歉意 还为他和妻子的行为辩解 说狗咬上了人 他的媳妇积极的拿药水 给老人涂抹 这难道不是应该做的吗 就算路人看到了都可以帮忙啊 那王新刚还说 双方因赔偿金额 伤口处置等问题分歧很大 赔偿事宜一直被谈拢 但是这样的解释也太牵强了 小丽帮忙 前前后后忙活了两个月 受害家属甚至已经不要赔偿 只要王新刚公开道歉了 但是直到他党妈介入之前 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狗咬人呢 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件 只要讲道理 问题很容易解决 那比如王新刚说 自己绝对没有不承认 狗咬人一事 只是受害人家属要价太高 并且叫他给受害者家属 写个保证 也就是保证老人身体以后 有问题让他负责 那王新刚拒绝写保证 而受害者的女儿说 狗咬伤老人后 人家就不承认狗咬了人 他们争执的点是 为啥不承认狗咬了人 根本就没有谈赔偿和写保证的事 而在经过两个多月的 撒泼打滚之后呢 王新刚终于迎来了报应 因为党骂再不处理它 恐怕就要引火烧身了 中共官方宣布了处理意见 狗主任王新刚 已经于19日晚 登门向被狗咬伤的老人 及家属道歉 并且表示 以后不会在小区 喂养涉事全知 同一日 安阳市市场监管局党组研究决定 从2021年11月19日起 对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食品药品击查专员 王某予以停职配合组织核查 为了能够平息民愤 这次中共再次动用了邦规 这在法治国家是极其荒谬的事情 这种情况呢 直接告到法院就完事了 违反了哪条法律 是该告的告 该找律师的找律师 谁赢了官司 按照相关的法律条文 给他判了就结束了 所以说中共是一个权力至上的国家 那视频中描述的呀 非常的贴切 在中共国呢 有钱没用 有权才是硬道理 前两天呢 我在Telegram频道 贴了一张马斯克的图片 图片上写了一句话 叫剥削来自于权力 而非资本 这句话是不是他说的 还有待考证 但是这句话说的是没错 中共的党官 为什么能这么狂妄 就是因为来自于 不受制约的权力 好 感谢你的点赞 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